林丹宣布退役后,宿敌李宗伟的一句话冲上热搜。 7月4日中午,中国羽毛球名将林丹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宣布退役。 他表示体能与伤痛已经不允许他继续与国家队队友并肩战斗, 希望林丹退役后的新生活一切顺利,也希望他不要远离羽毛球, 以新的方式继续为推广羽毛球运动而努力。 中国羽协副主席,国家羽毛球队单打主教练夏宣泽对于林丹在此时选择退役表示理解。 作为与林丹朝夕相处了漫长岁月的教练, 夏宣泽一路看着林丹从一位年轻队员成长为取得了突出成就的优秀运动员。 在林丹宣布退役不久后,林丹的宿敌,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伟就在了下面这条微博。 随后,李宗伟发微博表示,林丹是他最伟大的对手,三缺一很久了, 为你骄傲。原来,当年世界羽坛有四大天王, 林丹、李宗伟、陶菲克和皮特·盖德。 他们四人里面三个都退役了,只剩林丹还没退役。